加拿大政府免费发放处方成瘾药物 希望能取代更危险的非法毒品 但近期警方查获到大量的药物流入了黑市 加拿大王家骑警在乔治王自成 近日集获了近1万例毒品 而其中许多是政府资助的安全供应毒品 上个月王家骑警在温哥华岛 也收缴了数公斤的各式毒品、大量现金 以及超过3500例的安全供应毒品 警方在声明中表示 自去年调查起 他们发现政府免费发放的毒品被用作一种货币 来购买毒性更强的非法接投毒品 并且势头高涨 政府所免费发放的毒品 在民间和政界长期遭到大量抵制 去年也曾有数十名成瘾专家联名 向政府呼吁取消危险的安全供应毒品 警方还警告公众 任何人、尤其青少年滥用处方毒品 都是极其危险的 因为安全供应的毒品 同样具高度成眼性和危险性 由联邦资助的安全供应计划 将于今年3月结束 目前尚未有续期的消息 新唐人电视台 实习记者初纪加拿大报道